欣欣,沈俊博还没来吗? 宾客都到齐了,婚礼再有一会就开始了。 我的闺蜜也是我今天的伴娘,小童拉着我的手,着急地东张西望四处打亮着沈俊博的身影。 我心中隐隐不安,沈俊博一向是个时间观念很强的人,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 如果不是什么意外,她这时候早就应该在这里了,但我也只能洋装镇定, 刚刚她说她去接个朋友,应该就快来了,她一向时间观念很强。 小童却更不安,她看着我眼神躲闪,有些支支吾吾, 欣欣,其实刚才我不小心听到伴郎给她打电话了, 说她好像去找什么人了,让她赶紧回来。 你说沈俊博去找的人,不会是那个苏以默吧? 我站在原地,心里的不安越来越强烈, 不会吧,苏以默才回过两个星期, 再说了,她怎么会结婚的日子去找她呢? 他们不过就是普通朋友。 小童听我这么说,欲言又止,我有些着急, 小童,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小童点头, 欣欣,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 有些话我是不该说的, 但这都快到时间了, 沈俊博还没回来, 你可要做好不好的准备。 我看向小童, 手不自觉地握紧, 小童,你有什么话直说吧? 好吧, 欣欣, 其实我今天是听到伴郎们有在聊这个事情, 说是这个苏以默, 其实是沈俊博的白月光, 是他当初的求而不得, 他这次回来后, 沈俊博没少偷偷地去见他, 轰隆一下, 有什么在我的脑海里炸开? 难怪最近这段时间, 沈俊博越来越晚回家, 有时候还老是出神, 我还以为是他最近压力太大了, 所以婚礼大大小小的事, 我都一个人在张罗, 有时候公司的时候, 他也会突然就消失那么两三个小时, 但想着要结婚了, 他可能是想给我准备什么惊喜, 也就没有过问过, 而且最近他开始疯狂买衣服, 护肤品也是买了一套又一套, 现在想来, 这些点点滴滴, 都是有迹可循的, 欣欣, 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你赶紧先打电话给沈俊博, 不然这场婚礼, 新郎不在, 你了该怎么办? 小童打断我的思绪, 一脸着急地说道, 我失魂落魄地拿起手机, 一遍又一遍地拨号, 却没有一通是接通的, 于是我打了他好朋友的电话, 他倒是接了, 他一直闪烁其词, 最后才说了一句话, 嫂子, 婚礼继续吧, 我再帮你打电话, 找找他, 不管怎么样, 只有你对俊博才是真心的, 我们都希望你们在一起, 我和沈俊博一开始是因为父辈的原因认识的, 后来一起创业, 这期间我也一直在追他, 他所有的朋友都见证了我漫长的追爱过程, 他们自然更天向于我, 后来我才知道关于苏以默的事情, 当初沈家破产之际, 在沈俊博最需要人陪的时候, 他义无反顾地选择出国, 但没想到, 沈俊博不仅不怪苏以默不顾情分, 反而苏以默还成了他心心念念, 求而不得的白月光, 是我卖了家里人给我的房子, 拉着沈俊博重新振作, 一起创业, 现在公司越做越大, 没想到啊, 傻子竟然是我, 我把这个男人从最颓废的时期拉了起来, 又陪他创业, 好不容易所有的事情都在往我所期待的方向发展, 苏以默回来了, 外面的司仪已经就位, 沈俊博的电话依旧没有人接, 我低头看着自己身上的婚纱, 这是很多年前就喜欢的款式, 现在终于如愿穿上了他, 要嫁给我最爱的人, 却没想这一切成了笑话, 取消婚礼吧, 他不回来了, 小童担忧地看着我, 轻轻抱了抱我, 我觉得除了取消婚礼, 你还有个更好的选择, 身后忽然传来清冷的男生, 回过头来, 沈俊博生意上的竞争对手林景毅双手抱怀, 站在不远处看着我, 还有什么选择? 我不解地问道, 你缺个新郎, 我缺个新娘, 我们结婚吧, 旁边伴娘, 化妆, 还有司仪, 都一脸诧异, 待至当场, 临场换新娘, 估计他们听都没听说过, 林景毅, 今天我是结婚, 不是谈合作, 你要干什么, 别捣乱, 我有些不悦, 料定了他想看我笑话, 林景毅的公司和我们的公司, 业务重合, 都是短视频, 直播带货之类的, 这几年里, 我们无数次的龙争虎斗, 尤其是他和沈俊博的关系, 很是僵硬, 虽然我们都是大学校友, 但大家也都是生意人, 不做赔本买卖, 这一会我, 已经开始在心里, 仔细盘算林景毅的话, 有几分真几分假了, 何总, 当初是你卖了房, 投了沈俊博的公司, 他才有了东山再起的资本, 你还陪他从无到有, 但据我所知, 这么多年, 沈俊博可是一点股份都没有分给你吧? 我心里咯噔一下, 虽然我不是冲着沈俊博的钱财和他在一起的, 但这件事确实也是我心里的一根刺, 你住嘴, 俊博说过, 股份他另有安排, 我口是心非地替沈俊博狡辩, 林景毅吃笑一声, 继续把我心里的这根刺, 安排, 是不是说就给你们的孩子? 可是你看, 他连娶你都不愿意, 又怎么会和你孩子? 他不过, 就是仗着你喜欢他, 处处算计你罢了。 我将在原地, 林景毅的话, 让我振振生寒。 我虽然这几年, 一直和沈俊博在一起, 可是大事小事, 都是我迁就他, 一直以来, 公司都是他在管理, 我知道他也心大, 所以好多客户都是我喝吐了, 才换来的。 如今, 我真的不敢确定, 他在利益面前, 未必会选我。 看我犹豫, 林景毅像是有了一定把握, 他眉毛上挑看向我, 要不要聊聊。 我心里犹豫了一下, 旁边的小童, 轻轻碰了碰我的胳膊。 在我耳朵上, 小声说道, 可以聊聊, 他至少在颜值上, 碾压了沈俊博, 他沈俊博对不起你, 你也没必要非他不可。 想想, 也是, 我点点头, 跟着林景毅进了化妆间。 林景毅从怀里, 拿出一份合同书, 我手里股份的一半归你, 这份彩礼, 你还满意? 他的公司起步要比沈俊博的公司晚, 但是这几年也做得很好, 如果上市的话, 依然是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 这样拱手把自己的一半江山 让给一个毫无关联的人, 我实在想不通有什么理由, 我害怕他有什么阴谋, 警戒地看着他。 发觉到我的目光, 他不自觉地眼神闪躲, 别想太多了, 我只是被你们公司碾压怕了, 反正你在沈俊博那好多工作和客户都是你在维护, 现在我的公司也快上市了, 加入我你就能得到一半的股份, 对你来说不亏, 而我也省去了被家人催婚的烦恼, 对于咱们俩来说, 这是双赢。 原来是为了公司利息, 是为了我手里攥着的客户, 这么想来, 我心里竟然放松了警惕。 一旁的小童听得连连点头, 欣欣, 你跟着沈俊博这么些年, 他不仅什么都没给到你, 竟然还在你们婚礼上撇下你去找别的女人, 可惜了, 你的一番真心喂了狗, 你还不如跟林总, 你放心, 咱俩是闺蜜, 你走我也走。 小童是我大学同学, 后来我和沈俊博创业, 就把他叫过来帮我, 他一向是我的拥护者, 小童握着我的手, 苦口婆心, 欣欣, 做决定吧, 没有爱情, 你还有多多的钱, 你一定要理智点, 别人踩两空。 林景义这时往前走, 走到我面前, 把合同塞进我手里, 家产分你一半, 我人全给你, 我可是非常有诚意的。 他笑着说道, 六年青春喂了狗, 现在有人对我伸出手, 我铁定要抓牢了, 既然爱情靠不住, 那么钱财我必须要抓住, 让我们欢迎新郎, 新娘入场。 四一声落, 林景义支起胳膊示意我, 我挽住他的胳膊, 跟着他踩着红地毯, 缓缓前行。 我们进场的时候, 场内的人在短暂的沉默后, 都在小声议论着, 也是, 到场的全是我和沈家的亲朋好友, 结婚当天换新郎, 这放在整个婚礼界, 也是非常炸裂的。 沈俊博的父母, 更是不可思议地看着这场闹剧, 但是他们没有闹, 因为他儿子临场逃婚, 已经让他们理亏, 他们的儿子有错在先, 他们也很无错。 大厅中间的显示屏, 名字一闪, 换成了新郎, 林景义, 新娘, 何甜心。 林景义扫视全场后, 接过司仪手里的话筒, 西装笔挺地站在中间, 他牵过我的手, 提高分贝, 感谢大家的光临, 感谢袁新郎在这大喜的日子抛下这么漂亮的新娘, 去找自己的初恋, 我才有机会向我暗恋已久的姑娘表白, 并且和她步入婚姻。 希望大家吃好喝好, 也希望大家可以祝福我们俩幸福美满。 林景义执起我的手, 把戒指戴在我的手上, 只是在亲吻新娘的这一流程里, 她轻轻地吻了我的侧脸, 我知道她这是在尊重我。 婚礼后, 我们俩退席, 去民政局领了证, 然后她陪我回了我和沈俊博的家。 新婚当天, 新郎帮新娘搬家的事, 估计也只有林景义可以做出了。 她找了个搬家公司, 马不停蹄地替我收拾东西, 我和沈俊博的婚纱照被她直接扔了。 甚至连我以前的衣服鞋子也都全扔了, 我不解地看向她, 林景义, 你是来帮我搬家还是拆家? 她手里拎着我一双高跟鞋, 毫不犹豫地扔进旁边的垃圾袋, 我是帮你告别过去, 我老婆以后的衣服鞋子包包都由我来买。 我现在才发现她也真的是幼稚的可爱, 我就说她怎么那么好心帮我搬家。 收拾了半天, 我的东西全被扔了, 那个家里属于我的东西全部收拾得干干净净。 林景义毫不客气地搂着我的肩, 得意痒痒, 这样就全部清空了, 以后你的所有只能和我有关, 走, 咱们回家。 林景义的家和我想象中的一点也不一样, 它有一个大大的花园, 里面开满了我喜欢的玫瑰, 室内布局装修, 也格外温馨。 沈俊博忽然打来电话, 我看着来电显示还没想好接不接, 林景义直接拿我的手机, 挂断电话后, 把沈俊博的手机号码, 微信, 全部拉黑, 然后把他自己的号码, 名字改成了老公。 欣欣, 你说这个世界多有意思, 明明是我先认识的你, 你却跑去和沈俊博一起, 陪他吃苦创业, 还好兜兜转转, 你总算看清了他的真面目, 所以呢, 你是早就知道了他是什么样的人。 我坐在堂椅上, 看着星空, 不时抿着红酒问道, 原本我只是句玩笑, 却没想到林景义直接承认了, 我有次撞见他和一个女的一起进了一家餐厅, 举止亲密, 我提醒过他不要太过分, 也想告诉你, 但是又怕你不相信, 反而适得其反。 林景义的话, 让我的心里一阵刺痛, 后来我查过, 其实这几年, 他一直都关注那个女人, 如果你对他的信任少一点, 你肯定会发现很多蛛丝马迹, 你可以去沈俊博的社交账号看一看, 那个女人的随便一个动态, 他都关注着。 难怪平时沈俊博手机走到哪里拿到哪里, 我还以为是公司最近比较忙, 他怕错过客户电话, 原来如此, 不过如此。 在一杯杯的酒里, 我逐渐变得恍惚, 在醉倒前, 我拉着林景义, 又哭又笑, 为什么, 为什么要骗我, 如果不爱, 为什么要利用我。 有一双温热的手, 轻轻划过我的脸庞, 替我擦掉眼泪, 然后林景义的唇, 印在我滚烫的脸上。 爱没有错, 欣欣, 只是你爱的人错了, 不过不要紧, 还有我在。 第二天一早, 林景义陪我去公司, 刚进门我就对上了他们打量的眼神, 也难怪他们窃窃私语, 原以为会成为老板娘的人, 却被扫地出门。 公司里有些人, 是沈俊博一起长大的好友, 沈俊博没有露面, 反而是他们还在挽留。 嫂子, 你不要生气, 等俊博回来, 我们压着他去谢罪。 回来。 原来沈俊博还一直没有回来, 公司利益在白月光面前, 显然不值一提。 好聚好散吧, 之前我投资公司的钱, 也请按份额结算给我。 各位, 未来的路, 我不陪大家了。 小童第一时间站在我身边, 你去呢, 我去呢, 跟着你有肉吃。 是啊, 你走我们也走, 本来我们就是你招聘进来的, 工资待遇什么的, 也都是你替我们申请掌心, 这件事, 新姐你没错。 对, 新姐, 我们跟你一起走。 面前不少人你一眼我一语地吆喝着, 我眼眶红了又红, 没想到还有这么多人选择和我统一战线。 我深深居了一躬, 感谢大家的信任, 林景义轻轻握了握, 握我的手, 我知道, 她是想告诉我, 不要怕, 还有她在。 我转过身, 带着他们一行人浩浩荡荡出了公司。 新姐, 现在我们打算怎么办? 自己创业吗? 这里除了小童, 没有人知道, 我和林景义签了合约。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的新老板, 我保证你们的薪资待遇水涨船高。 团队的人沸腾了, 我也逐渐冷静下来, 没想到, 白月光这么可怕, 她就那么轻而易举地摧毁了我六年的努力, 她甚至都不用露面不用多说一句话。 差一点, 我就满盘皆输, 人才两空, 还好林景义接住了我, 不管她出于什么目的, 我总归没有一无所有。 现在我无比清晰地意识到, 林景义是我的捷径, 我有捷径干嘛不走, 违情所伤只会便宜了渣男, 而我是要她悔不当初。 没过几天, 沈俊博打来电话, 刚刚接通就听到她的低吼声, 和甜心, 你真狠。 我冷笑, 我狠得过你吗? 我陪你那么多年, 从无到有, 你却在结婚的那天, 扔下我一个人在婚礼现场,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好欺负? 我没你想得那么薄情, 我不过是要你给我点时间, 等我处理好我和她的事, 自然会给你一个交代, 没想到, 你直接跟林景义在一起了, 你对得起我吗? 你们是不是早就在一起了? 沈俊博, 你所谓的交代就是逃婚吗? 你走的时候, 有没有考虑过我的颜面? 既然你徘徊不定, 那我就自愿退出, 你也不必演你深情款款的那出戏, 我恶心。 欣欣, 你不相信我? 沈俊博反倒质问起我, 我也真是哭笑不得, 我真不知道这样的人。 为什么我早点没有看透, 沈俊博, 这些年没有我, 你不会那么顺利, 你不也是仗着我对你的喜欢, 才敢在结婚的日子扔下我一个人吗? 你是不是希望你们即使在我面前情情爱爱, 而我还得给你卖命? 沈俊博, 他能因为你没钱离开你第一次, 就能离开你第二次。 沈俊博听了我的话, 急切问道, 所以欣欣, 你还是喜欢我的, 是吗? 你现在跟林景义离婚, 我们结婚, 之前的事情, 我们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人在泥沼里, 自己是不知道的, 只有等你跳出来, 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么宽广。 沈俊博, 你是需要我, 还是需要我的团队? 或者说你需要的是我手里的客户? 你不是很有本事, 你和你的白月光自己处理。 说要我直接挂了手机, 曾经我们也有过美好。 吵架的时候, 他会买一束花, 向我求原谅。 穷的时候, 泡一碗泡面, 他喝几口汤, 说自己吃饱了, 全部推给我。 需要喝酒的饭局, 他总不能让我喝, 自己迎头向上, 就算喝得胃痛住院, 他也会笑着对我。 只是现在, 一切都成了假象。 中午的时候, 我在宫室里瞇了会儿, 睡着睡着我的腿上, 忽然被放了什么东西, 我吓得一下子醒过来, 却看到腿上趴着一只毛茸茸的小可爱, 好可爱的小猫。 我忍不住上手去摸, 两个月的小宝贝。 毛都没长开, 小小的一只, 安静地趴在我的腿上睡觉。 我看着林景义, 有些惋惜, 我们现在这么忙, 哪里有时间养猫? 林景义却拍了拍我的后背, 安慰道, 没事, 你负责逗他玩, 蝉屎, 蛆虫, 猫咪的所有事, 我负责。 可是, 别可是了, 我记得很久以前, 你就说将来要养猫, 可是年年推年年, 你总能有各种借口不去开始养, 现在我把他带回来了, 你总不能不要他吧? 以后你喜欢的, 你只管去做就好了, 其他的有我在。 顾月的话, 我很有触动, 以前的我, 喜欢的事情很多, 想做的事情也很多, 但总是优先考虑沈俊博, 所有的时间, 除了工作就是沈俊博, 完全没了自己。 那我们给他取个名字吧。 我提议道, 你取吧。 我用手肘捅了捅林景义, 那叫欢欢吧, 希望我们以后的日子只有欢喜。 好啊, 你有名字了, 以后你就叫欢欢吧。 林景义小心翼翼地接过小猫, 和我相视一笑。 没过多久, 林景义带我参加一个圈子里的晚宴, 她一身黑色西装, 我穿着白色抹胸礼服, 我们并肩站在镜子前, 她笑道, 你看, 我们才是郎才女貌, 天生一对。 我拧了拧她的手臂, 你少自恋了, 我是天生励志, 你就不一定了。 她看着我, 忽然说道, 欣欣, 你笑起来真好看。 我抬头正好对上林景义的目光。 不知道怎么的, 我心里一阵悸动, 脸火辣辣地红了起来。 和林景义朝夕相处的这几个月, 我慢慢放下心里的警惕, 她和沈俊博完全不一样, 她更尊重我, 也更知道顾虑我的感受。 她给足了我安全感, 不管是私下, 还是在公司, 她给予我所有的体贴和安全感。 走吧, 走吧, 要迟到了。 我一时无措牵着林景义的手往晚宴赶, 林景义笑出了声, 我才意识到, 这是我第一次主动牵手她的手。 刚到宴会地点没一会, 沈俊博就带着苏以默出现了。 苏以默的身上满是奢侈品, 仿佛从收手到脚, 都写着有钱, 完全就是一副爆发户的样子。 沈俊博看到我们, 立即高昂着头。 我和林景义直接无视她, 我俩牵着手, 滑入舞池。 她的手, 放在我的腰部, 我的心砰砰砰的跳得更厉害了。 结果过了不久, 沈俊博和苏以默又出现在我们面前。 沈俊博眉头一挑, 冲着林景义说道, 我们换舞伴, 如何? 林景义扭过头, 一脸拒绝, 我拒绝, 我只想抱我老婆。 林景义, 你知道吗? 沈俊博气恼地说道, 谁叫你没老婆, 我有老婆。 她说着, 还亲了亲我的额头。 随着林景义的靠近, 也许是因为肠子里热烈的气氛, 我竟然觉得有些晕晕沉沉, 我好像看到沈俊博, 神色阴侧侧的。 宴会中, 林景义端着酒杯四处应酬。 我闲着无聊, 找了个角落安心地吃起点心, 苏以默再次阴魂不散地出现在我眼前。 何甜心, 还真是谢谢你啊, 我不在的这几年, 多亏了你的帮助, 沈俊博才能把公司做得这么好。 我一回来, 你就把董事长夫人的宝座让给我, 感谢你这么多年, 帮我打工。 我举杯, 是我要感谢你, 感谢你让我早点迷途知返。 清醒一点吧, 在利益面前, 商院永远爱的是他自己。 谁知苏以莫迷之自信, 我不是你, 你只是不能接受失败, 才这么说。 我是绝不会这时候离开, 真是傻子, 这些年的心血全放弃了。 我笑着指了指林景义, 我可不傻, 我的新老公对我更好, 还没白月光, 而且现在, 我可不是谁的附属物, 我就是我。 苏以莫看我油盐不尽, 自己气得直跺脚, 我缓缓起身, 正要去卫生间, 刚走到拐角处, 却忽然被人拉住了手。 欣欣, 我不气你了, 行不行, 我今天叫她来, 只是想让你吃醋。 我甩开了她的手, 沈太太的位置, 现在估计也就只有苏以莫 还屈之若鹜。 你别来找我, 沈俊博, 我要说多少遍你才明白, 我们不可能了。 现在的我是林太太, 我正色道, 你别骗我了, 你爱了我那么多年, 怎么可能说忘就忘了? 你在骗我, 也在骗你自己。 你忘了以前, 你说要一辈子陪着我的, 他带着哭腔, 在哀求我。 沈俊博, 我确实喜欢以前的你, 那时候的你, 纯粹地对我好。 但是你后来呢, 明明陪在我身边, 却又和苏以莫不清不楚, 我喜欢的你, 早就不存在了, 现在的你, 自私自利, 只为自己着想, 你早就不是我喜欢的 那个沈俊博了。 沈俊博顿了一下, 我趁机打落他的手, 毫不犹豫地转身走了, 后面是沈俊博懊悔的声音。 那天晚上, 在车的后座上, 林景毅一路上都牵着我的手。 欣欣, 我总觉得一切像梦。 以前, 我去参加宴会, 都是看到你和沈俊博, 翩翩起舞, 我那时候会想, 你身边的人是我就好了。 我回握他的手, 你今天这样子说话, 我会觉得, 你很早就喜欢我。 他的眼睛灼灼, 只是看着我, 不说话。 对了, 我妈说要见你一面。 他忽然说道, 眼神里还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 好啊。 我自然没有拒绝, 丑媳妇早晚要见公婆的。 没过几天, 林景毅带我, 上门拜访。 我这样的人, 在豪门的婆婆眼里, 应该是有污点的吧。 林景毅妈妈一身白色的连衣裙, 看起来仙气飘飘, 身材一点都没有走样, 整个人看起来才三四十。 你就是我的儿媳妇, 真好, 终于有人能治得了她了。 没想到, 婆婆竟然丝毫不在意我的过去, 她的一句调侃, 我一下子就觉得和她拉近了距离, 也没有谁治谁的说法。 互相尊重。 我低调道, 儿媳妇, 你别怕, 这小子就要老婆管。 从小也到大, 以前还去玩极限运动, 把我吓死, 现在还好, 也就去抢抢婚, 没被打死, 不错了。 婆婆的话, 让我更是觉得好笑。 妈, 林景毅忽然拉着我的手, 很认真地说道, 妈, 你也知道, 我喜欢欣欣, 你可不能欺负她, 她可是你儿子的命。 林景毅一脸的深情, 让我有点不自然, 在婆婆不注意的时候, 我拉着她低语, 你上辈子是编剧吗? 编故事这么厉害, 林景毅悠悠地看着我, 一脸怨妇的样子。 婆婆看到我们俩恩爱的样子, 更是开心, 这一顿饭, 吃得我胆战心惊, 就怕被她发现, 我们俩是假扮恩爱的。 婆婆要走前, 还拉着我的手, 多少年, 没有父母的温暖, 我再一次感受, 长辈给的温暖。 我的父母, 在我大学的时候, 相继去世, 那时候, 父亲的生意本来蒸蒸日上, 他忽然离世, 母亲很快病倒。 我们都没时间和精力去管生意, 后来被公司的合作伙伴吞食, 我们竟然一分钱都没分到, 只留下父亲早前买在我名下的两套房子。 等母亲过世, 付完医院费, 置丧费, 我就剩下房子了。 那个时候, 很多人找上门来, 说我父亲欠了他们合同款, 只有沈俊博还留在我身边, 他是我爸爸朋友的儿子, 之前有过几次交集。 可能他是不忍心, 我被一群大人追着要债, 可他挡在我面前的样子, 深深地刻在了我心里, 所以后来, 我卖了父母留给我的房子, 把钱给了他。 那时候他就是光, 他一次次挡在我的面前, 拉着对生活无望的我, 一次次往上爬。 所以后来, 我报答他, 也拉了他一把, 但是现在, 一切都结束了。 在我慢慢遗忘那段记忆的时候, 沈俊博找到了公司, 公司前台, 小姑娘说, 有个沈先生等了很久了。 之前, 我一直在躲着他, 我以为事情结束了, 可他总是还抱有幻想, 算了, 做个了断吧, 请他进来吧。 没想到, 不过短短半个月没看到沈俊博, 他整个人, 看起来憔悴不已, 衣服皱巴巴的, 胡子也没刮干净。 他一见到我, 眼睛充满着光, 就要冲过来抱我。 我立即喊道, 沈总, 请坐。 沈俊博看到我眼里的戒备, 心有不甘地坐下。 我们对面而坐, 一时无言。 他只是看着我, 让我浑身不自在。 沈总, 有事情说, 我很忙。 沈俊博深深地看了我一下, 才委屈地说道, 欣欣, 我们和好, 好不好。 我吃笑, 沈总, 是不是发现没我帮你, 工作不好做了, 听说公司的业务量直线下降, 如果不行, 沈总可以试试 让苏以默去帮你搞定那些客户。 沈俊博求饶, 欣欣, 我和他真的没什么, 我已经和他断了。 这一次, 我一定会跟你好好的。 我连忙打断他的话, 沈总, 你今天来到这里, 有发现什么不同吗? 沈俊博满脸的疑惑, 不同的只有, 你现在是林景义的妻子, 不是我的。 我点了点桌子, 沈总你是聪明人, 你也应该了解我, 我既然选择了林景义, 就不会回头看了。 林景义愣在原地, 久久以后, 再次心有不甘地问道, 真的不可能了吗? 我示意他离开, 他只是将在原地不肯离去。 算了吧, 沈俊博, 我们结束了, 和你一起的那些年, 我处处迁就你, 都忘记自己原本的样子了, 而我现在, 真的很开心。 沈俊博恍然大悟, 你是因为这个原因, 才离开我的, 是吗? 你放心, 只要你肯回到我身边, 以后我处处听你的。 沈总, 你没搞清楚事情的本质, 失望从来就不是铺天盖地, 而是积少成多的情绪, 我累了,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一直教你怎么对我好。 现在, 我舍不得委屈自己, 我觉得自己值得更好的, 而你不是那个更好的。 我的话让沈俊博哑口无言, 沈总, 你我不必再见了, 我现在过得很好, 也希望你能过得好。 沈俊博听了我的话, 红了眼, 心心, 我会改变的, 我会变成你想要的样子。 沈总, 不必多说了, 我还有事, 就不送了。 沈俊博刚走, 欢欢就跳到了我的腿上。 我轻轻抱起小猫, 摸着它柔软的后颈, 心中在慢慢治愈。 忽然, 有人把我连人带猫, 抱了起来, 我一阵惊呼, 回过头来, 我已经在林景义的怀里了。 这半个月, 我们虽然熟悉了很多, 但是还没有到这么亲密的地步。 林景义把头支在我的肩膀上, 你在想什么? 欣欣, 你可不能抛肤弃子, 跟前夫跑了。 我用手肘, 轻轻地捅了他的肚子。 什么抛肤弃子, 我可不认。 他沉闷地说道, 欣欣, 我刚刚听到他来找你, 真的害怕极了。 你呀, 你怕的是公司业务吧? 你放心, 我既然选择做你的盟友, 肯定不会抛弃你的。 欣欣, 我在意的是你, 你可不能跑了。 他有点委屈巴巴的。 林景义长得实在是好, 眼睛深邃, 鼻子坚挺。 当他想要得到我的同情时, 眼睛会变成狗狗眼, 让人不忍拒绝他。 你怎么就是不明白呢? 我听见他小声嘟囔着什么, 我靠近他想要听的真切点, 他却拉着我的手, 转过我的头, 他深深地吻了我。 我不争气地闭上眼睛, 一时间感觉即将被溺死, 却又偏偏能闻到 空气中甜甜的味道。 欣欣, 你是我的, 不要离开我。 在沉沦的时候, 我听到这句话, 林景义的母亲, 叫我们回家吃饭, 饭桌上气氛很是融洽, 林妈妈一脸期待地开口, 欣欣, 今晚你们留在家里, 也陪陪我这个老太婆。 妈, 你一点也不老。 我正要拍拍马屁, 林景义插嘴道, 你还老太婆, 听说李叔叔在追你, 而且你最近去个大商场买童装。 我可提前说好了, 虽然我很喜欢妹妹, 但是你再婚, 可别生孩子。 你一大把年纪, 等下出事了, 我可不管的。 婆婆一巴掌拍在林景义的脑门上, 都结了婚的人了, 说话还能不能过脑子。 我买的童装, 是为你们的孩子准备的。 你妈都绝经了, 还生个屁, 还有不止你李叔叔追我, 追我的人都能足好几个足球队了。 妈, 说得对, 你魅力大着呢, 可不能那么轻易地就被追上。 我附和道, 林景义听完, 委屈巴巴道, 欣欣, 你和谁是一个站队的, 你可是我老婆, 你可闭嘴吧。 我一把捂住她口无遮拦的嘴, 婆婆看我们打得闹闹更开心, 看来我明天, 要继续去买点小孩衣服, 羞得我整个人眉, 都抬不起头。 今天已经这么晚了, 你们就留在家里睡一觉。 婆婆说完这句话, 自顾自地回了房间, 林景义有点不自然, 自己掀上了楼。 我跟在她后面, 结果, 我刚一进房间, 就抓到林景义正在藏着什么, 给我交出来。 我严肃道, 伸出手, 要林景义自己乖乖交出来。 顾月犹豫了一会儿, 然后乖巧地交出相框。 只见相框里, 是我大二时候的照片, 一身运动服, 是我参加学校运动会。 得到四百米冠军的照片。 这是。 你别骂我, 那时候照片贴在荣誉栏, 被我偷走了。 你这。 对, 我就是暗恋你, 可是你就是不喜欢我, 你看不到我, 本来以为我没了机会, 可真的没想到, 沈俊博会在婚礼当天消失不见。 你不知道, 那时候我乐疯了, 我真的很庆幸, 那天我出现在你的婚宴上, 最后, 我竟然还跟你结婚了, 你知道那个合同, 在知道沈俊博和他的白月光搞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开始准备了, 我每天待在身边, 想着, 有没有万分之一的机会, 能递给你。 你真的, 我真的喜欢你, 我发誓, 我喜欢你比你喜欢沈俊博, 还要早。 我一时竟不知道他还有这样深沉的心事, 有些心疼, 又有些感动, 我抱住了他, 你应该早点告诉我的, 这样可能不会难过这么久。 我不难过, 能够和你在一起, 不管真假, 对我来说都已经是件很幸福的事了。 我看着他深情的目光, 情不自禁, 搂住了他的脖子, 吻了上去, 一个月后, 我忽然接到沈俊博爸妈的电话, 再三思索我还是答应见面了。 在公司不远的咖啡厅, 我见到了有点憔悴的两个老人。 欣欣, 很抱歉, 俊博现在状态很不好, 他完全成了工作机器, 不知道休息, 只知道白天黑夜的工作, 我们问他, 他说要赶紧让公司上市, 给你最好的物质条件。 他们哀求道, 欣欣, 你回到他身边吧。 我却不慌不忙, 硬核道, 好啊, 把沈俊博名下的股份都转给我。 沈父第一个变脸, 欣欣, 我叫俊博转两成给你, 你也知道他多辛苦都给你, 那他不是打白弓。 我笑道, 伯父伯母, 你们何必装得对我多好? 那天在我们的宴席上, 你们为什么不阻止我嫁给林景义? 那是因为第一, 在你们的心里, 也希望我能离开沈俊博, 这样他就能独享那些股份。 第二, 你们也支持他和苏以默在一起, 苏以默家里是豪门, 我比不上他, 我毕竟只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 其实我知道, 在那场婚礼之前, 你们就见过苏以默了。 欣欣, 你就是太较真了, 你明知道哪天, 如果你不是跟别人结婚, 俊博最后还是会回来找你的, 沈母还在为她儿子开脱, 伯父伯母, 我们三观不同, 很幸运, 我们以后会成为陌生人, 而不是一家人, 好了, 我要去做孕简, 以后不要来找我了。 孕简, 沈家父母的目光, 齐刷刷地落在我的肚子上。 对啊, 孕简, 我像模像样地摸了摸小腹, 一字一顿地重负道, 我这句话, 终于让这两个伪善的人, 善善地走了。 你什么时候, 有我的孩子? 林景义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 一脸欣喜地看着我。 我翻了下白眼, 我昨天大姨妈来了。 你不知道吗? 林景义的惺惺眼, 又按了下来, 我忘了。 过了一会儿, 她又复活, 也没事, 我这个月再继续努力, 我们一定会有孩子的, 也别太多, 我们就生两个, 儿女双全。 我敲了敲她的头, 你多睡觉, 多做梦, 梦里什么都有。 老婆, 你也支持我更努力是吗? 那我要多喝点补汤, 继续努力。 我鸡同鸭讲了半天, 最后放弃道, 您老就给我留口气吧, 我还要留点精力, 搞钱。 老婆, 有了孩子之后, 你会更有搞钱的动力。 几个月后, 我扶着后腰, 不满地站在林景义面前, 还真是一语成衬, 我怀的是双胞胎。 准乃爸林景义, 已经好几个晚上, 从睡梦中醒来, 害怕我在生孩子的时候, 离他而去, 我还没得焦虑症, 他反倒先得了。 尤其是孕期后期, 林景义神经质地经常半夜, 就想送我去医院。 终于有一天, 两个小家伙还是来了, 儿女双全, 她吓得一直说着, 不要再生了, 老婆, 我真的好害怕。 据说, 那天林景义在产房外哭地跟小孩一样。 后来, 我孩子满月酒那天, 沈俊博不请自来, 林景义吓得立刻提高警惕, 生怕一不留神, 我和孩子又被抢了去。 沈俊博递给我一份材料, 竟是份股拳转让输, 这个是我欠你的。 他苦笑着说道, 我摇了摇头, 挽住林景义的胳膊, 不必了。 我们早就互不相欠了, 毕竟是因为你的不取之恩, 我才嫁对了人。 沈俊博的目光一点点暗淡下去, 林景义倒是得意得很, 两个孩子躺在摇篮里扑腾着小脚。 而我此刻才深有体会, 原来被爱是心里开出了花, 然后一路芬芳。 好